好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起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就是這麼簡單 哈囉大家好我是粉紅爸 我們今天要來更換馬桶蓋 好那更換馬桶蓋其實很簡單喔 它只要兩顆螺絲把它鬆開 就可以自己做更換 那我們大致來說一下 馬桶蓋它有很多形狀 像這種的話就是 有點像雞蛋的形狀 比較尖 那有的像比較圓弧 有點像O型的 他們稱之為O型 那這個好像是稱為V型 那還有一種是 像U型 那可能就是兩邊是平型的 然後前面是圓頭 像一個U字型 那甚至還有方型的 所以它的尺寸 非常非常的多喔 因為各家的馬桶 尺寸規格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連這種 這種俗稱V型的 都還有分大V小V 甚至長短都還有些許不同 所以建議你在買的時候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先把馬桶蓋拆下來 然後到賣場去做一個 尺寸的比對 或者是用紙先量一下 量一下就是螺絲到馬桶蓋 前面的這個長度 先記一下 然後再到賣場去做一個比對 那如果你還是怕買錯尺寸的話 像每一個馬桶的話 你可以看它的品牌 然後它上面都會有型號 然後再進行購買 這樣基本上就不會有錯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做裁妝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螺絲的位置 在這裡 那我們直接用手 把它轉開就好了 逆時針轉開 好這樣子 這樣子 好它還有一個 一個軟 軟塞齁 螺絲 然後另外一邊 一樣齁 也是在這裡 逆時針 轉開 如果太緊的話 再拿工具 把它 轉開就可以了 把它鬆開就好 這樣就好了 像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那這樣馬桶蓋 其實就可以直接拿起來了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起來了 好那馬桶蓋 拆下來的時候 這邊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垢齁齁 那我們先把它刷洗乾淨 好先把它刷洗乾淨 再來 跟過來裝上新的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它刷洗乾淨 好先把它刷洗乾淨 跟過來裝上新的齁 先把它刷洗乾淨 跟過來裝上新的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安裝新的一個馬桶蓋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示範影片齁 所以我們還是把原本的當作是新的呢 假裝是我們現在買到新的一個馬桶蓋 進行安裝齁 那你通常拿到新的馬桶蓋 它通常會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就是說 馬桶跟馬桶上蓋 然後會有一個零件包 這樣子 它會有一個零件包 甚至有的是 這個也是另外分開的都有可能 那拿到這個零件包呢 基本上就是 它會有一個 大部分都會有兩個墊片齁 然後兩個螺絲帽 還有兩個 一個軟塞齁 那這個軟塞就是 防止這個 螺絲鬆掉的嘛 那我們直接來進行安裝 把這個零件裝上去 那這個軟墊呢 直接這樣套上去 那它有這個卡索 那我們按照這個洞把它卡進去就可以 那卡好了之後呢 直接這兩顆螺絲 然後 然後這個有兩個孔 直接套上去就好 套上去 然後呢 這個螺絲 我們怎麼拆 我們就怎麼裝回去 你壓 直接 裝之前這兩個 這個軟塞先把它塞上去 尖的地方在上面 它有點是定位的功能 把它壓到 然後這個螺絲 就是 鎖上去 順時針 鎖上去 好 順時針 左手上去 鎖上去 鎖上去 好 用手把它 旋緊就好了 另外一顆也是 好 順時針 鎖上去 好 順時針 那鎖起之前呢 我們先 好 這個馬桶蓋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歪掉 那如果歪掉的話 你把它調整一下 然後再用手把它宣緊 好 兩邊都把它宣緊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們家的馬桶蓋也舊了 趕快買出新的來換吧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喜歡DIY的話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加分享喔 我是粉爾爸 我們下期影片見 拜拜